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爱485绿卡面试,律师为你做些什么? 我们最近作为律师,有时候也作为翻译 然后参加了很多绿卡申请人的爱485面试 有职业移民的,也有亲属移民的,在美国各地的都有 因为现在尤其疫情期间,移民局允许律师通过电话 来参加爱485绿卡面试,帮助很多申请人在面试以后 不久就拿到了绿卡批准 亲属移民我们知道一般来说在485批准前都有一个面试的过程 职业移民有一部分人有面试 具体的有一定运气因素和申请人过去的背景,有一定联系 有的时候也看移民局workload这方面的情况 有这个面试不一定都是坏事 有的时候很多时候申请人在参加了面试以后 过了几天就取得了485的批准 但是面试还是要认真准备 我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一两年因为中美关系国际局势等等原因 对于出生在中国的申请人有的时候取得绿卡批准 这个移民局可能有一些额外的申请方面的仔细的检查 严格的要求 这一点可能大家听说过尤其像移民签证这个过程中 在中国广州领事馆办移民签证的好多人 还是收到了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在面谈以后没有得到批准 另外有的亲属移民因为亲属关系过去的经历问题 然后有的职业移民也有因为换工作身份的gap等等其他方面的问题 然后485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麻烦 所以总体来说对于485的面试还是需要认真的准备 那么具体的在485面试期间律师能够给你做些什么呢 我们在这里总结几方面 一个律师可以帮助你来解答问题回答问题来澄清情况 那当然律师不能替你来回答 移民局问到什么样的情况 比如你过去的某些事实 那你不能够隐瞒 然后也需要自己回答 不能律师替你回答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有一些申请人解释的并不清楚 这个事情不能一厢情愿 就觉得说他问我了我回答了就不就得了 那不是这样的 那你需要给出让移民局满意的解答才行 大家知道呢 这个美国的法律系统是允许钓鱼执法的 所以呢有的时候移民官问你一些问题 看起来好像很客气很热情 但是呢你回答了这个问题 当时可能看起来并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过后有的人会遇到这个surprise 会收到移民局要求补充材料的通知 或者甚至是预备拒绝或者拒绝的通知 因为他提供的信息并不符合移民局的要求 那么移民局从各方面比如说过去提供了误导的信息 或者说身份的gap或者其他方面 有可能会相应的拒绝这个I485的申请 那我上个月呢陪同一位客户参加了在本地移民局的面试 这个面试呢前后一共有四个小时之间 所以我们看到呢虽然移民局工作量比较大工作比较忙 但是呢他们对于他们认为需要弄清楚的问题 还是会花很多时间来详细的询问申请人过去的具体情况 所以呢第一点我们可以帮助申请人来澄清啊 这个更好的解答问题 那第二点呢律师可以帮助申请人来增补这个回答啊 这个比如说呢申请人有过去的材料的证据啊 但是呢在485面试的时候他因为比较紧张或者其他原因 忘记了提交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比如说夫妻关系方面的证据 比如说啊他在工作方面符合要求的证据等等啊 这个呢啊这些在申请人回答以后啊 律师呢可以根据此前与申请人交流掌握的情况相应的来增补 更好的解答移民局官员的疑问来满足要求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啊有的申请人他呃因为夫妻两个人分在两地工作啊 那么这个移民官呢问到了关于夫妻关系的问题 有的申请人说你看我这里有纸面上的这个那个文件 这不就符合要求了那不一定啊 如果说呢两个人长期两地分居 那么移民局呢呃对于这个夫妻关系呢 可能会提出更多的质疑啊 啊有的申请人呢他在填表的时候讲到说啊我住在某地 等到面谈的时候呢他又提到说我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 那么移民局讲到说你实际的居住地点和填表的地点不一样 那这怎样解释呢像这些呢呃都可以根据申请人的情况 给予更好的澄清和增补说明 最后呢在这个面谈结束的时候呢 律师还可以帮助来做出总结强调对申请人有利的地方 比如有的申请人过去的组织成员身份啊或者说他过去的这个身份的gap呀或者是在换工作转签证身份的时候某些问题 那么啊在面谈结束的时候呢律师还可以在总结指出申请人符合哪一些法律方面的豁免要求 例外要求或者申请应该得到批准的理由啊像这些啊这样呢也可以让申请人有更好的面谈的体验达到更好的效果 还有一点呢就是有的时候呢移民官也会问到一些不合适的问题移民官也是人这个不同地方呢 呃不同的移民官他可能执法齿多也不一样 见到很多有的呢是会公事公办不苟言笑的也有的人呢会比较热情 那也有的人可能态度不太好 像前面提到美国允许钓鱼执法 那么有的时候呢移民官问到的一些问题可能会带有一些啊这个陷阱啊 比如说有的时候移民官问到说那你在这个体制内呃单位工作 那你们是不是那是组织成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任务 或者说日常做的有什么样的特别的政治活动等等 啊然后有的时候呢移民官会问到啊你自己出国以后呢有没有用呃和某些地方联系 或者说有没有用呃未经许可有违反移民法的行为等等 这些那么呃有的问题呢是符合要求符合法律的那申请人需要如实回答 但是呃那么如实回答呢那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 就是说那呃呃这个事实方面当然你不能够议不能够扭曲 但是你可以呃增加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对吧 呃可以呢这个呃阐需要说的呃内容这个可以比较简洁 但是有说服力的提供啊这样的合理的解释 帮助你的利卡申请的批准也有的时候呢移民官问的一些问题可能不太合适啊 像这个时候呢呃律师也可以帮助解答并且指出说根据某某法律的要求 根据一据policy manual的要求啊这一点呃呃并不影响这个利卡申请的批准 比如说呃前面简道陪同申请人有的时候呢有好几小时的interview 有的时候呢呃移民官问到说啊你的这个汽车保险 你说住在某地实际住在另一个地方那你这个汽车保险有欺诈不实的情况等等 那么遇到这样的问题呢那么在回复的时候律师除了解释以外啊还可以再指出说那你这个买汽车保险的经历和绿卡是否批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这个呢是我们前不久呃experience的呃真实的在I485面谈的时候出现的问题 还有一些其他所以呢有的时候移民官可能会问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那申请人呢如果呃对于这些问题事先没有一个呃相应的合适的准备 那么有可能在面谈的时候呢会出现问题不一定会直接影响到你的绿卡的批准 但是呢如果说造成绿卡要隔了很长时间才能批准又拖延了更多的时间 又呃有更多的花费和精力这个也不值得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建议先请人在485面谈以前就充分做好准备避免这方面的合法 好总体来说呢我们这个视频讲到的是爱485绿卡面试律师为你做些什么有更多问题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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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